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概念 公式里面假如说 如果牵涉到固定的储存格 我们用Range 如果说这个储存格里面有单边是锁起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 假设列号会改变的话 基本上这个我可以用I来代替 前面是用蓝 蓝的话可以用J来代替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这边也可以改成J 那写的方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把它转成VBA的话 首先第一个按一下它 它会跳出InfoBox给我 所以InfoBox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首先第一个 一样在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程序名称叫计算 然后呢 我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帮我把它丢到B1 所以你前面可以用RangeB1来接 InfoBox就是跳出来那东西 请输入存款金额 所以到时候你输入多少金额 它会自动帮你把结果给丢进来 OK 那接下来呢 如果有个金额之后 我要做什么呢 一样 跑回圈 内外回圈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 我们习惯上 也许你如果先 希望它先跑蓝再跑地 把J写在外面 那J指的是哪一蓝到哪一蓝 那蓝号的话 我们有几蓝 基本上是从第二蓝开始 一直到第二蓝的最右边 所以你可以Ctrl向右去追踪 追踪到了 回来它会倒出你是哪一列的数字 OK 所以基本上K的话呢 那应该是应该是11嘛 所以呢 回来的这个结果 我们就是11蓝 所以forJ等于第二蓝到11蓝 他会自动去侦测 那侦测的方式的话 我想前面有特别讲过 就是列向下 蓝的话呢 是 但你这边从B3开始侦测 点 那这前面有讲过 打个E M的前刮弧 哪个方向呢 axial to right 后刮弧 再点什么 点column 这个columnCO 这个指的是哪一蓝 不过这个column回来的结果 会是个数字 也许是11 OK 那当然如果将来呢 我这个列的数量增加或减少 他也会自动去帮我改 OK 如果说我现在是到第六 就是六年好了 Ctrl向右 那那个column的数字 不会是固定的 会跟着你上面的多或少去改变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蓝的部分OK之后 再来列的部分是根据利率 利率我现在有增加到3% OK 那假如说向下填满的话 如果你今天到2%的这个地方 Ctrl向下会停在这边 得到这个位置是哪一列 那如果说你是3%就是7 一直可以推 所以这个地方forI等于四列 为什么四列呢 因为从第四列开始 向下去追踪 接下来的话呢 Sales IJ 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蓝有列的话 反正以后一样是前面一定是Sales IJ 等于什么呢 那个公式 那这个是刚刚的公式 其实将来你可以用一个转换的技巧 如果你看到的是锁 如果两都锁的话 按我们Range来代替 Range B1乘上什么呢 E加上那个什么 A4 但是A蓝的部分锁起来 那你的叙述你可以让E加上 如果你有一边是锁的话 你可以用Sales 那Sales一定是先列 那因为这个列 它会随着 比如说4 它会随着 那个列会一直往下 所以这个地方你请你用I 那A指的是固定的那一蓝 所以你就写成A 因为它以后永远都是A蓝 OK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可以对应到哪里呢 这个可以对应到这边的A 那这个几次方的叙述方法 其实在这边 VBA也是一样 Sales加上6 然后呢 再来就是Sales 哪一列 OK 那哪一列的话 因为也是固定在三列 所以固定在三列 你就用固定的 就写一个三就好 它就永远都是三 然后呢 追的话呢 因为会变动 所以这个你会发现 B前面没有锁嘛 所以我们用追来代替 因为它将来会 B C D E 一直往右 OK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其实公式 也可以很快的 转换成VBA里面的 需要的那个程式 里面转换的技巧 我想各位 还可以 看一下我那个程式 基本上 如果两个都锁 那就用Range 锁单边就用Sales 哪一边 会需要固定 你可以看到哪一边有锁 哪一边就固定住就好了 OK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执行 那基本上 它的计算 这个把它设个中断点好了 跳出来 它会停在这里 那执行这一行的话 应不保持会跳出来 你就输入各十百千万 十万 五百万好了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五百万 它会自动帮你丢到B1 那其他地方就帮你全部跑出来了 OK 把它全部执行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常常会 遇到的 比如说 明明假设输入五十万好了 那一般当然正常人 会知道输入用数字来输入 可是如果不是正常人的话 也不能说不正常 就是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 他会输入什么五十万 他输入一个怪怪的东西 当然在逻辑上 好像你也不能说他错了 因为你明明该请输入存款金额 那你也没有跟他讲说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那是 OK 就是有这种状况 那怎么办 按确定 他会怎么样 形态不符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你到这边 他Range 他没有办法乘 因为他是个字串 字串怎么可以用来做加减乘 不行 所以就会产生错误 那怎么办 这地方呢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方法来限制他 当然方法很多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是建议干脆以后 你就用一个方式就是 Input Box 还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叫Application的Input Box 好 那这个Application的Input Box 要在前面再加一个Application 点 Input Box 指的是 Application 这个物件里面的一个方法 你会发现方法是一个绿色的嘛 OK 然后呢 再来 需要多增加一个什么 Type 这个所谓Type指的是什么 哪一种类型 意思是说 你能输入 如果是1的话呢 那就是只能输入数字 如果是2的话呢 只能输入文字 比如说我今天改用这个好了 那这个时候一样啊 不过你会发现 Application的Input Box 它的视窗哦 好像似乎变小了一点点 不过其他也没什么改哦 那不过第二个 你如果输入一样 跟刚刚一样 50万的话 刚刚会直接过了 但是是错误 可是呢 如果你用Application的Input Box 按确定 你会发现哦 因为我后面有个Type等于1 表示说呢 这个格子里面呢 只能输入数字 如果输入文字的话 或者其他的东西 就会出现不正确的数字 把它挡掉了 除非它一定要输入一个正确的 按确定 这个地方才会过哦 所以我是建议啊 以后如果你用Input Box 你干脆就记那个 Application里面的Input Box 如果一定要是 数字的话 那你就Type等于1 冒号等于1 如果要是文字的话呢 那就那个后面就变成2就可以了 好OK 所以这个地方额外 跟各位说明一下哦 有关那个VBA里面的一些 像那个Input Box的这个技巧哦 那另外当然也需要一个清除 OK 那除了说用公式来完成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FB的函数了 不过用FB的函数啊 这个FB的函数是 Excel里面的函数 可是如果要拿来 在VBA里面使用的话 特别注意哦 我们原来的公式是这样子 那你想说 以前不是有那种 直接丢公式到 那一整栏里面吗 对不对 不过这边会有个问题 之前只有一栏 一栏的话呢 就是都是列 就是往下的 可是问题这里有向右 那向右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未来 你那个B要变成C C要变成D 变成怎么样 你会是需要一个文字 就是一个文字 那可是问题 你回圈里面那个forJ J里面放的是数字 数字怎么样变成文字 这是一个问题啦 所以如果你要取用 假设啦 你要在VBA里面呢 要取用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除了可以直接输入公式之外 其实另外还一招 什么呢 你干脆就直接用什么 有一个叫Application 一样是Application 这个物件呢 非常重要 其实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 你要取用的 比如说你打一个Application 后面公式 这个重新再来过好了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点取用什么呢 Excel里面的函数 你可以记一个叫Worksheet function Work 打一个WO吧 会大概跳到Worksheet 有没有 Workbook Worksheets Worksheets指的是工作表 指的就是我们一个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Function 意思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函式 其实就指的是什么 其实指的就是 我在Excel里面的所有函数 其实所有的函数点下去 这边会出现 所有的函数 其中有一个是FV FV 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话呢 我可以取用Excel里面的函数 钱瓜糊 那接下来取用的方法 其实跟Excel里面还蛮像的 只不过呢 你丢给他的东西 不能用刚刚的方法 不能用像这样子 一个什么 固定的一个 那你只能用什么 在Excel里面 只能用Sales或Range 所以第一个啦 其实用的方法 可以参考刚刚 你可以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Sales 第一个 锁住A栏 那你会打一个Sales 刮糊 锁住A栏的话 就是I 豆点A 这样的叙述 第二的话呢 豆点 第二个豆点是什么 我们是B B3 那B3的话 一样Sales 锁住的是哪一个呢 锁住的是三列 豆点 后面给他一个推览 OK 再来的话 豆点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参数 没有东西 所以你就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零吧 豆点 第四个 再来第五个 这个 因为这里面 假如说你没有 假设里面 这个吗 中瓜虎 表示不用输入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的话 是B1 所以我们可以用Range 因为固定的位置 我们用Range 然后给他一个B1 那因为他是负的 所以前面加加一个负号 OK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基本上 做完的话 这个比较容易做错 看一下 这边 那我们就是这一串 豆点 那有一个参数可以不用下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可以补零 那再来 这边 第四个可以不用了 所以这边豆点 我看这可以把它拿掉 OK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 VBA里面取用FB的函数 那使用方法 其实结果 来看一下 清除 70个 10万 按确定 切果也是一样 不过呢 特别是 它里面丢出去的并不是一个公式 而是在哪边呢 在Excel里面 先帮你直接用FB的函数 做完之后再丢出去 这个有点像是 在 VBA里面 如果你要使用到的是 Excel里面的函数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取用 所以 所有的Excel里面的函数 都可以在VBA里面被使用到 可是使用的方法 请记得要加一个Application 点Walk Street Function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那也不用刻意背 我的习惯是打一个Application点 再打一个WO 就Walk Street Function就出来了 再点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要哪一个函数 OK 大概会有这两个部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就是 刚刚做的这两个方法 那待会再来看有关 如果我今天要动态的 变换年 先把资料清空 我要五年就好了 OK 你会发现 把旧的年删掉 产生新的年 利率的话呢 如果说我最多只要最多 只要2% 那我就按确定 他一样会把旧的利率删掉 那自动每0.125 一码 自动帮你再往下 到最多到2%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 最后还有个框线增加 然后来画面前往给各位一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